大家都知道台股加权指数长期上涨 利用ETF买进大型股就能够参与大盘行情 不过市值型ETF也分成三代 到底该怎么样买才是最聪明的 这一集来跟你聊一下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再追踪我的Telegram频道 才不会错过我的盘式看法 嗨 大家好 我是楚狂人 台湾第一档ETF就是0050 上市时间是在2003年的6月底 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是21个年头了 累积的投报率接近了900% 2024年年初至今也有超过三成的投报率 这个绩效领先了绝大多数其他重要国家指数的涨幅 不过ETF也不是只有0050而已 从证交所统计数据来看 国内的股票型ETF在2015年有15档 规模是930亿 2020年疫情这一年 它成长到24档 规模也三级跳 跳到2600多亿 到了2023年增加到48档 也是首度突破了兆元大关来到了1.4兆 2024年到现在还没过完 已经又再增加了大概1兆的规模 最新的数据是2.26兆 虽然说里面有超过一半 其实都是高股息ETF 但是从单一ETF的规模来看 0050超过4000亿 还是国内最大的股票型ETF 而且市值型ETF它也不是只有台湾50 这几年来也上市了不少改良型的市值型ETF 目前大概可以分成三代 我们一起来说明一下 第一代呢就是台湾50为主的市值型ETF 包含了像富邦台50006208 元大MSCI台湾006203 还有富邦摩台0057 永丰台湾加权006204 这些都算是这个类型的 摩台其实就是MSCI台湾指数 至于永丰台湾加权 它则是买进了900多档股票 它把所有上市公司都全部买起来 比前面几家市值型的ETF又再更分散一点 好再来我们来讲第二代市值型ETF 这个跟第一代主要的差别是纳入了ESG的概念 把一些ESG做不好的公司直接太除掉 把ESG纳入除了环保的考量以外 其实呢它还有一个用处是 它把获利不好的公司也拔掉 因为企业如果没有赚钱 相对来说也比较难砸大钱去做ESG 因为ESG其实就算是一种花很多钱 但是看不到回收的 算是一种做功德的事情 那这种呢就包含了像 富邦公司治理00692 还有元大台湾ESG00850 永丰台湾ESG00888 第二代推出以后过几年 就出现了第三代的市值型ETF 第三代也是有纳入ESG考量 但是跟第二代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点在于说第二代的选股限制太严苛 它把一些重污染的民生必需产业全部拔掉 这些产业其实都有很重的景气循环的特性 就烂的时候很烂 没有买其实是好事 但是如果景气起来的话 它就会大涨 甚至是翻好几倍 这时候第二代因为规定太严格 所以也没有买 那绩效就会大幅落后给大盘 所以第三代就是把一些 有能力做ESG转型的公司 它再重新买回来 这样子就不会绩效输给大盘太多 这个包含了像 国泰台湾领袖5000922 群翼台湾ESG低碳5000923 而且这一代通常也会限制单一股票的最高权重 这个是专门为了台积电全值太高所设计的条款 很多人搞不清楚市值型为什么还要分成这么多种 其实主要就是差在两点 第一点 你是不是有参考ESG选股 第二点是不是有设单一股票权重的上限 所以如果你对第一代市值型ETF有疑虑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 但是我要提醒你 ETF它不是一直去新增选股条件 就会绩效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你反而是把标股给杀掉了 像是第二代就砍掉不少的大型全值股 然后后来就被靠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比较绩效的环节 我们简化一下 三代市值型ETF都只用规模最大的当作代表就好 第一代的当然就是0050 第二代呢是用规模接近300亿的00692 第三代我们用规模接近200亿的00923 第一代0050跟006208最让人诟病的 也不一定讲诟病了 有的时候也是好事情 当然就是台积电买到五成以上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其他新一代ETF的情况 也顺便看看前五大持股的比重 首先是0050台积电的持股比重来到了56% 第二名的鸿海也有5%多 第三名联发科4%多 所以前三大合计就超过六成 这个确实是相当集中持股 或者说相当集中持股在台积电身上 再来是第二代的00692 最大持股台积电是49% 鸿海5%多 联发科3%多 前三大持股的合计是58% 虽然说比0050好一点点 但是好的很有限 最后是第三代的00923 最大的持股一样是台积电 但是持股比例下修到只有31% 第二是联发科的接近8% 再来是鸿海的5%多 这个很明显有看到 还有做权重的调节 台积电占比跟他现在占加权指数的权重差不多 然后前三大持股合计大概45%左右 从分散配置的角度来看 分散程度是第三代的00923 大于第二代的00692 大于第一代的005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绩效 直接把三档ETF摆在一起来看绩效 2024年年初到现在的绩效 加权指数上涨了25.97% 而0050的涨幅是38.32% 他是最好的 接下来是第二代的00692上涨了35.06% 都赢过大盘 至于说第三代的00923 他涨幅是21.79% 虽然说绩效也不能算差 但是他却已经输给了加权指数 这三档的绩效是0050的涨幅最大 而且他超过了加权指数10%以上 这个当然就是因为台积电的持股比重非常高 只是台积电大涨的时候0050赚最多 等到台积电大跌的时候 情况就会反过来 我们最后把三代的市值型ETF全部拿出来比比 如果你是很在意台积电持股比重的人 或者是觉得台积电之后可能不会这么好了 可能要下杀了 那么新一代的市值型ETF有限制单一持股比重 那就很适合你买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单纯看绩效来说话 你相信市场机制会自然的优胜劣败的话 那你就适合买第一代的0050 买的方法也很简单 你不用去管什么高低点 反正有钱就买 跌了再买 反正台股放久了 也是会长期随着通膨涨多跌少 你从现在往前去看任何时间点都是便宜的 我是楚狂人 你看完影片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